王力宏好好的歌手不做 偏要来演戏 网友还未上演 也注定是烂片 今年的电影市场 可以说是很是火爆 尤其是暑期档 暑期头已经过去了一半 但是今年竞争的那个景 还没有过去 反而是比之前还激烈 今天除了暑期档外 国庆档也很是激烈 虽然国庆档还没有到来 但是已经有很多影片都定档在国庆上映 包贝尔的胖子行动队 张艺谋老远的影 周日的吴装等等 还有很多的影片都选择在了国庆档上映 今年的电影市场 看来是要大爆的节奏了 今年暑期上映了一部奇幻大片《阿修罗》 上映三天就紧急撤打 这部影片还是一部超级大制作 票房确实惨败 没想到国庆的也迎来了一部奇幻大片 这部影片就是《古剑奇谈之流月昭明》 影片由雷尼哈林指导 王力宏 宋倩领衔出演 除了这两位还有高一祥 高声远 吴谦宇的联合出演 张志玲和柳妍 将会在这次影片中特别出演 这部影片主要是讲述长安少侠乐无疑 为追寻演讲大师谢一的下落 与富家公子夏一则和百草古天罡战士文人 与在海市伯迈情相遇 并意外牵涉近流月城 大祭司审议与新魔企图毁灭人类的惊天交易中 欲消灭新魔 必重铸昭明神剑 乐无疑 文人语 夏一则在谢一的提示下 找到封印在画中的神秘少女阿软 并同她一起踏上寻剑之旅 这部影片改编自由戏古剑集团2 永夜出寒宁闭天 在改编的过程中 采取了好莱坞讲故事的方式 并且这部影片中 融入了很多好莱坞的元素 这部影片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观众们看到影片的主演的是王力宏 并且携手宋茜一起袭击国强调 很多不看好的观众们都在说 王力宏好好的歌手不错 却要来演戏 而且这部影片的其他演员 他们出演的作品向来票房都很一般 而且名气也不是很多 有不少网友在说 还未上映注定是漫片 而且像这种奇幻大片 在国内一直都不是很受欢迎